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 他可以讲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一个圣人的地位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什么 大家知道他是野和而生的 是他的父亲 苏良和是野和而生 野和当然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可以有最直接的讲就是野和而生 还有一种后来也有解释 就是说他可能是不合理 不合理而生 因为当时他父亲和他母亲的年龄差得非常大了 差得大不是最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说可能不合理 孔子的自己也承认了 大家知道就是他自己说 包括他后来他父亲葬在什么地方 他都不清楚 所以可见他确实 他当然最后认为他自己的 他追溯上去他当然是贵族出身 因为他追溯上去 他的祖先大家知道是从宋国来的 宋往前推是阴人 是阴的那个 他实际上是乘那个阴的这个族裔向着下来的 但是他确实从他个人来讲 你可以讲以前讲他是破落了 可能是破落了 哪是破落 他父亲 他这个父亲葬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可见就是真的大家就被抛在家族之外的 所以孔子他自己也讲 他讲 我少爷见故多能避世 就是说这些东西我都能干 都能干的这样的人 所以孔子就是说 他身上实际上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 就是从血统上来讲 或者说他愿意承认的那个追溯的那个血缘的 或者文化的那个根源上 他可以一直推到阴人 阴人的文化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当周 西周武王灭伤的时候 这个灭咒的时候 伤的文化 大家都承认伤的文化实际上比周的文化是要高的 整体上来讲伤的文化是比 这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野蛮的文化 相对野蛮的文化 征服一个更文明的文化 这个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通责了 你不要以为是文明征服野蛮 往往是野蛮征服文明 所以从那个上面实际上是非常那个的 但是他本人实际上从个体来讲 他的出身实际上非常卑贱 可以讲是比较低贱的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关于这个关系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后来胡适 胡适后来有一篇文章 胡适在1930年代初的时候 我记得说三几年 三四年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 那是一篇五万字的长文 那是很特别的一篇文章 他说如 他里面有一个把孔子的定位 孔子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和耶稣一样 结果他实际上是一个代表的弱者 是代表一个被征服的种族 被征服的民族 被征服的文化 他是英人的后裔 被征服的文化 但他最后他自己知道 他是综合了三代的文化 他在政治上是一个 或者说实际的历史当中 是一个失败者 但他最后在文化上 他是一个包容的三代文化 最后是把整个周文化 都融入他的整个思想 精神世界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成功者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孔子虽然是英人文化的制成者 但他综合了周的文化 所以英人因为在孔子 他在文化上 最后成为一个胜利者 比拟成基督 胡适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文章 但是我并不是说 我只是提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孔子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特别是特别有意思 孔子有很多的对自己的认同 对自己的认识 给自己的定位 实际上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他觉得他是一个 一种文化 或者说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传承者 他对这个传统在他这里 他有这样一种意识 所以可以讲 虽然他是破落的 但是他这个贵族的意识 是有的 显然是有这样一种意识的 当然他最后成功是在民间 他其实是民间 因为大家知道 孔子出生的那个年代 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当时这个周天子的政治权威 是极具的 这个坠落了 所以他可以讲 孔子认为这是一个乱世 那孔子这里面最大的功绩 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讲学了 孔子私人讲学了 孔子是最恐怕是最早那批 进行私人讲学 打破所谓学在王冠的一个人物 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是什么 古代时候所有学问都是 就是用那个法国那个复科的那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权力和文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 权力所在 实际上这个马克思就讲过 马克思说他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 一个时代统治性的思想 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就是占有经济上 政治上占有优势的那个阶级 他的思想就是为主的 实际上揭示的都是权力和 权力和文化的这种关系 早期都是学在王冠的 大部分人你都不是字的 对不对 你要是字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一定的身份 你才能认字 才能够去了解过去的历史经验 有文化 读那些书 读到那些书 所以以前是这么个局面 但是当然是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 所以像孔子这就开始私人讲学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你真正的话 就是应该像那个学 就是真正有官职的人 做官的人 他有文化人 像他学 孔子是可能是最早进行 打破学在王冠 进行私人讲学的一个人物 孔子是顺应了 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潮流 所以他据说是三千弟子 贤人有七少人 所以现在确实也有很多 有几十个这样子可考的人物 那孔子这一生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他最成功的 我们现在看 他是一个教育家 他是因为讲学 但实际上他首先那个目标 他这一生对自己的一个理想定位 大家知道 实际上他是一个政治 他是把自己 他认为自己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 所以他一直是想做官的 简单讲 他就是学而优则是的 就是说你有学问当然就是要做官 做官当然是什么呢 他可能当然不是后代战国时代 那个纵横家的所谓富贵荣华 他可能觉得就要重整河山 就是这样客气复理 礼崩乐坏的乱世 他要重整山 重整这个山河 是这样的这种想法 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一直是想做官 一直到大概五十岁时来做官 也某种上获得一定成功 获得一定成功 但是也就是短短的几年 然后就不行了被卢国的国军被疏远 疏远之后他就开始带着弟子 导致周游列国十几年 周游列国十几年 他在卫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卫 保卫的那个卫 不是那个造韩卫的那个卫 不是韩卫造人卫 卫护的那个卫 他在卫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他到过很多的地方 到过很多地方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也还是想实现他的政治报复 希望有一个国军能够支持他 能够让他进行他的这个 所谓这个重整核山 重新这个修 重新这个整顿 这个所谓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样的工作 当然最后是不成功的 就晚年他的弟子 后来一些弟子也慢慢慢慢 当然从他门下都离开 离开以后当然也有很多 你们现在这个最佳 你们去看那个电影就可以知道 周润发的演的电影就可以知道 他这些人后来获得各种各样的成功 在仕途上获得成功 他最后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以后 他已经年纪非常大了 然后晚年他又收很多弟子 然后整理很多文献 然后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所以实际上这个孔子 你回过头去看 他整个的这个生平 他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是代表着2000年中国文人 或者一些中国读书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想 他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 他想用事 他想用事 他想在这个现实当中实现他的意想 完成他的这个政治方面的报复 他想用事 但是不成功的时候 什么呢 他就转入文化 转入教育 他会把那个注 因为后来是什么呢 用那个公志真 近代那个公志真讲法 就是说是两个方面 就是那个所谓青山青史 公志真自己那个 《几害杂志》里面 也就是叫青山青史 青山青史两搓坨 公志真自己回首 他说青山青史两方面 我都不成功 但是呢 这个我就说举他前面 这个青山和青史 基本上中国很多文人 他就是这么一个理想 青山就是说 青史当然是青史流民 做出一点业绩了 或者说以前可以讲是事工的方面 对不对 这是事工的方面 那么这个方面呢 可能是这个著书 或者呢是文化的方面 就是藏之青山 传之后世 就是写一个著作 然后藏之青山 传之后世 基本上就这两个方面 当然孔子本人 他很难说他有什么著作 因为他只是编撰 他是编撰 孔子是什么 那个成语就叫 素而不做 做就是创作 他自己并不写 但是他自己素 因为过去他并不在于 我们现在觉得很重要 这个是我的 我有知识产权 这很重要 古时候人 他不在乎这个 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真理 不是我占有真理 而是真理占有我 就是如果我说的是真理 不管是别人说过的 还是怎么样 这个关系都不大 我只要认同了真理 我把握了真理 我说出的是真理 那就行了 所以他是素而不做的 但是在这个基本上 你也可以理解 就后代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取向 孔子这一生 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 他的一生的奋斗 就在这两个方面 后世的文人 基本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为官和为政 但这两个 为官和为学 这两个方面 是两种基本的 世人的理想 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理想 但是孔子当然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 是微不足道的 基本上看起来是微不足道 他短短的几年从政 当然在当时 好像也引起了 这个很大的反响 而且对当时的政治 也是有影响 对鲁国的政治是有影响 但是长远来看 没有什么用处的 这个微不足道 他真正重要的是 他的文化 他的文化 他的教育 他的文化上的那些 整理的那些文献 那个所谓的 他作为课本 整理出来 像诗 书 李 月 义 这些文献 这个对他 最对后世 是真正的 伟大的贡献 伟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 这个辩证法 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当代的时候 强的 为什么想 这个是有道理 就是说像 照道家的看法来看 你不能 你要看到事情的 这个转化 当时最强的是什么 是有权的人 是政治的人物 那个是了不得的人物 那个一言九鼎 完全可以把你 这个压为鸡粉 这个碾为鸡粉 那个 那个绝对的力量 是在那个地方 文化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是 未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未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现在越来越悲观 我不知道 未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在中国历史 过去来看 文化的力量 后来是越来越强的 只要你可以回过头去看 春秋时代 那些有很多 刺大风云的 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 你们能记住的 有几个 都没什么能记住的 反而是那些 当时最软弱的人 最弱的这些人 现在是最强的 所以像孔子 我那时候也讲 孔子人很高的 这个我因为长得高 有些人经常讲 这个矮个子创造世界 我很不服 当然确实 矮个子创造世界 比如说拿破仑 比如说小拼同志 都是那个 但是也有啊 孔子就是很高 孔子现在算大 孔子可能比我还高 就一米九以上 非常高的人 非常高的人 但是我讲的意思就是什么 孔子这个 实际上的身材的高 并不重要 孔子是常人 有常人的身材 准确的我不知道 是有人研究过 有人推算过 他是常人 但这个常人在 这个高的人 他在 他身体的这个高 在这个 他的这个投影 毫不重要 他其实真正是 他这个 在文化上的这个投射 这样子非常的 非常的长久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弱的 实际上是 可能会很强 可能会很强 谁也不知道 强的可能根本不重要 孔子所以是 我这里想就提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孔子 而且在 基本上孔子在他的生平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已经被他的弟子 高度的尊崇 高度的尊崇 这个高山养子 他弟子是 非常的尊重他的 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 他很有感召力 当时大家知道 那个子贡就说过 讲 夫子之不可及也 由天之不可以 接而生也 就是说 夫子是没有办法 达到他那么高度的 就像天 他天里怎么能够通过 那个台 接而生也 怎么能够像 踩着梯子 踩着台阶一样的 达到孔子那样的高度 他达不到的 所以孔子是非常的高 所以因为他们对 孔子的这些高度的 这些尊重 高度的这些敬仰 所以他们其实 他的弟子 或者在传弟子 把他记录了孔子的 日常的这些言行 成功了论语这部书 成功了论语这部书 论语这部书 当然我们现在 简单讲 可以想孔子他的弟子 包括他的 直接的集门弟子 和他的在传弟子的整理 孔子这个书 那作为这个 我想傅老师可能会说吧 就这个书 作为一个形成 这部书的面貌 实际上是 有一个很长的 是一个过程的 它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它是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 历史阶段里面形成的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里面 是孔子的 就是严刑录 是严刑录 是他弟子 或者他在传弟子 所记录下来的 这个严刑录 这个可以讲 是比较最直接 而最可靠的 这个孔子的 相关于孔子的史料 相关于孔子的史料 而且这个书 其实是非常的 有意思的一个书 非常有意思 我会说 那个集团姓词 我是一个日本人 我为什么经常 喜欢讲日本人 就算是一个 我还是很佩服的一个学者 一个外国人 一个异国人 有的时候说出的话 他会直接讲到 你的真正的 把握到 你真正的特点上 集团当时曾经讲过 他说这个论语 恐怕是中国文化当中 最最迷人 但是又最最复杂的一部书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论语怎么会是 最最复杂的一部书 他当然很迷 为什么是迷人 为什么是最最复杂的一部书 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有道理 而且呢 这个你越来越会体会到这一点 因为他的迷人之处 我这里简单讲 我相信会说 其实论语这部书 最重要的成就 当然是记录了孔子的思想 当然里面有很多 这个我们很漂亮的 言词一些景句格言 成语 但是实际上 最大的成就 论语这部书 如果从文学上 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实际上是孔子这个人 是孔子这个人 就是如果说迷人的话 实际上是要孔子这个人 为什么 所有的都是言行记录 而且这些言行记录是片段的 对不对 你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去读它 但是它有没有统一性 你觉得没有 你要体会到 这后面是一个统一性 统一什么 就是孔子这个人 他这个人的人格 他多方面的人格的魅力 就是通过这个来表现出来的 有这样的书 现在很精彩 因为这部书 孔子跟我们很近 作为一个人来讲 孔子和我们非常之近 要远远超过和老子 甚至远远超过和后代 比如说很多的人 他的时代 跟我们差了两千多年 但是他可能比一千年 甚至五百年 三百年前的人 离我们更近 为什么 我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他 日常生活当中的 和他弟子 和他周围的这些人 包括跟君主 跟那些 各种各色人等的那些交往 这个是最生动的 这个最生动 这个人整个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但你看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都是片段 但是你要看 它最后有一个集中的 所有这些论语里面的 这些极光片 都是孔子这个完整 这个人格的体现 在某一方面的体现 从这个一张看孔子论语这部书 是一个最最 非常精彩的 把孔子这个人物形象 呈现出来的这样一部书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迷人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这当然是我的解释 复杂在什么地方 复杂就是说 你读论语这部书 你一句一句可能都会理解 你有些不理解的 人家帮你注视去理解 但是你实际上 你真正不一定 真的就是体会 你以后再读 你会体会到 为什么体会到 随着你的人生经验的增长 随着你有实践的体会以后 你有些东西再去读 会真正了解 他到底是在说什么 因为就是说 他话是很简单的 但是是非经过 是非经过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事情没有经过的话 你有些东西 你是 我们在讲是非经过 不是难 但是实际上 我说是非经过的话 有的时候你是不能理解 你才能知道 孔子这个人 其实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折衷 他有他的变通 他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我这里 实际上到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论语里面有一段话 我真的是以前一开始也读过 论语我很早就读 小时候就读 但是不体会的 那个话后来 我觉得后来体会很有道理 一直到现在 我想讲给你们听 你们可能也不能完全体会 你们现在只能体会到一个阶段 孔子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什么 他说是可与共学 第一个他说可与共学 为可以什么 为可以失道 可以失道 为可与利 利是怎么解释 有的讲是利与理 各种不同解释 你们再去争走 可与利 可与利 为可以权 这个东西 字面上你们都可以理解 对吧 实际上你体会 我想你们大概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能理解到这一步 你们大概能理解到这一步 就是共学 你们都在这里读书 对不对 都在这里读书 你们一起学 有差不多 你们我想你们的智商都差不多 可能有高低 但基本上都差不多 对吧 都考经复旦 共同的教育背景 共同的氛围 可以共学 但是你们的追求可能不一样 你们可能 你们的现在的追求就不一样 你们最后 你们想去追求的那个东西也不一样 你们这个道 你们对道的理解 道的追求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是志同道合 但是同样的人也可以完全不同 道也不同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 这个你们约略会有些理解 这个利是指什么 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讲 这个利更多的是指什么 是指实践人 不管是利于理也好 还是说你用现代的解释讲 利于人也好 都是实践的 你要去做 就是你们都一样聪明 一样的基础 一样的那个 有共同的一个理想 你们志同道合 但是你们未必可以一起去做事 未必一定一起可以做事 未必一起可以实践去做一件事情 最后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权是什么意思 就是变 其实权变 其他就是变通 有的时候需要折中 要变通 对不对 要审失度势 所以说你有的人一起做事 我一直到后来 这个很晚很晚 差不多就是真的是很晚 我才了解到这个变的重要性 就有很多人做事 你可以什么都跟他一样 但是就是你也可以跟他共同做事 但你知道做事不是那么顺了 都会遇到问题 都会遇到困难 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的能变 有的就不能变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大道能够走到底 最后可以知道 没有一条大道能够走到底 按照你的设想 预想 你的理想 一路这样子走 就是对的 没有这样式的 所以 有的时候都是需要一定的变通 要有一个那个 当然这个变通不是说随意的变通 如果像众恒家那样 没有原则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有道 还要有一个道 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变通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到后来才慢慢你才体会 就是说很多人很好 什么都好 你跟他什么都能投缘 但是能不能和他一起做事 不一定 你和他一起做事 能不能这件事情一起做到底 不一定 所以这种东西 有很多孔子讲的这些话 你慢慢慢慢都是要慢慢慢慢 经过你的这个经验以后 你才能去体会 才能去体会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我想这个是他所谓 迷人而复杂的原因 迷人而复杂的原因 那么我现在也能复杂的原因 所以我还能复杂的原因